這個時候我會講一下如何用經文應用在祈禱 你剛講的主導文 就是如何將主導文能夠很個人性放在祈禱裏面 其實你可以用我們講過的法洋神屬性查經法來應用 例如我文在天上的父 你可以想到什麼呢 可以講到父的 又講到我們和父的關係 然後就想到如何應用出來 我現在示範 如何用我們在天上的父來祈禱 你可以祈禱跟著我就可以了 阿包父多謝你 你就是我們阿包父 你是照顧我們的 你時時和我們一起的 你對我們是非常親切的 非常關心我們的 我們就是你的子女 我們可以享受你 躺我在你的懷中 可以知道你時時照顧我 你時時牧養我 時時陪著我 你因為生命有奇妙計劃 你要大大的使用我 大大的祝福我 所以做神 你的子女真的好得無比 做你的子女 我們真的可以享受 因為你是最好的阿包父 是我天上的阿包父 是親愛的阿包父 我全心愛你 我願意順服你 你是我阿包父 我願意順服你 我願意親近你 我願意時時和你有親密的關係 我願意尊崇你 你是我的天上的阿包父 是我應該尊崇的 我願意敬拜你 我願意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感謝天父有你真好阿 哈利路亞 來奉主耶穌聖命阿包 在這個內容裏面 我又講到 關於神作為天父是怎樣的 我們作為子女有什麼福氣 跟著我個人的回應 這三方面就比較容易去講 就是說 在這個經文 有時候有些經文 就未必有直接講到神的 譬如說 不要給魔鬼留地步 我們可以怎樣用 魔鬼留地步 怎樣帶出神呢 就是說 神你是聖過魔鬼的 你是完全聖過魔鬼 你在裡面有很多福氣 魔鬼來就要偷 我們如果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拿走這些東西 我奉耶穌的名 主下我們願意 讓你作主作王 讓你的福氣在我們身上 讓我保持和你的關係 不要給魔鬼偷走這些東西 就是一樣 那個反面 就是說魔鬼會拿走 那個反面就是神會給我們 就是什麼都是想回那個正反正反去想 就是首先就是神的 給神的 然後就是和人的關係 或者有時候魔鬼 就是魔鬼 魔鬼怎樣想拿走 但是我們呢 在神裡面有信心 就是總是用正反和應用出來 我們現在就是用了這個主通文裡面 你的子一行入地上而臨入天上 我們用這個做祈禱 感謝天父 哈利利亞神 你的子是最完美的 神啊 我們人很多時候 我們所想的東西 我們的計劃 並不是那麼完美 但是神你的計劃 是最完美的 因為你有完全的恩典 你是很愛我們 你的計劃是最完美的 是祝福我們的 你是滿有能力 你會將你的計劃實現出來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聽你說 我們不聽你說 以至沒有走出神的計劃 以至我們會受苦 在婚姻家庭 但是主要我們今天來到你面前 我們願意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光光臨 願你的子 行在地上而同行在天上 願意你的子意 完全走出來 主要我們願意在我們的心裡面 完全走神的子意 讓我心尊崇你 喜悅你 信服你 你是作主作王的 在我們家庭之中 你作主作王 讓我們能夠和家人有條樹 有祝福 有關心 有幫助 有問候 讓我們 讓你的子行在我們的家庭 讓你的子行在我們的事奉裡面 讓我們真的 將人帶到天國 帶到去認識耶穌 並且和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讓我們的事奉 是跟從你的模式 因為神有你的子意 有你的模式 你的模式是最好的 主啊 我們要讚美你 因為你的子意是最美好的 我們看到 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 當初而教會跟從你的時候 他們走在你的計劃裡面的時候 神你的工作就非常偉大 主啊 我們願意進入這個 神你的最完美的計劃 成為你所使用的人 我們知道我們的罪難阻礙 我們就放下我們的罪 放下我們一切的軟弱 放下我們的情緒 放下我們的負面思想 讓你作主作王 主耶穌我願意 耶穌我願意 我願意真是每一步 都要尊你為聖 讓你作主作王 原你的子意 開始走在我心裡之中 求你指示我 什麼地方還沒聽到的 求你指示我 哈利利亞 我知道跟從神的子意 是最美好的 跟從神的子意 我就放心 我就有信心 一定是越來越好的 我有信心 我的路會越來越光明 越來越祝福更多人 主要我願意走在你的子意裡 你就必然為我 開更大的路 將我生命更大的發揮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哈利利亞 OK 好 那現在大家 記了 在私下兩天 我不會再說 你對我 請教他 我對你 我對你 你群思念 你 想死